我们看见中海油在去年的业绩算是相当的不错 这个主要是由于第一点就是说它的原油销售是增加了 另外一个情况来讲就是我们要留意到就是石油的价格在去年的头两个季度 这个涨幅还是比较惊人的 但是去到2009年我们看见原油价格虽然是从低位反弹了不少 但是从对于去年来讲我个人看法还是原油价格的下措对它来讲中海油还是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的 所以这方面来讲2009年未必是看得见有2008年这么好的业绩 所以我个人看法它还是会随着整个原油价格的一个筹势来包动的 这方面来讲就是我对中海油的一个办法